出最後決議 我們先請評審為各位參賽者講評 首先邀請蔡迅洋老師為我們講評 嗨 大家好 我是迅洋 然後團體組的部分 今天看到比較多是比較大的編制的團體 然後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樂器越多不一定越加分 就是如果你在台上的樂器越多的話 就是越多事情有可能會被扣分 所以其實如果你今天的編制是比較大的話 怎麼樣去讓每一件事情變得有效率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尤其是當今天幾乎每個組別都有兩把吉他以上 如果你是兩把吉他彈的東西同時性很高的話 那聽起來亂的機率也會很高 所以通常兩把吉他的編曲的話 第一個是你頻率一定要讓他能夠分在不同的位置 那這個方式除了你彈在不同的把位以外呢 你也可以從內容上面去選擇 有一把是刷扣的話 另一把可能就可以去發展一些線條類的東西 讓他不用兩個吉他都在處理和聲的事情的話 通常聽起來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擠在一起 那你擠在一起如果你拍子就稍微有一點點亂 不一致的話那聽起來就會很雜亂 所以我覺得在吉他編曲上可以有更多有效率的安排 就是如果你的組別是有兩把以上的吉他的話 可以思考一下喔 然後 呃 其實在頻率這個事情上面啊 很多時候是你可以用你的右手就可以決定的 就算你們兩個今天彈一模一樣的東西好了 只要有一個人的手稍微靠近輕巧一點的話 他的高頻就會多一點 那他就可以聽得比較清楚 那你想要聽起來模糊一點 你其實往前景的方向靠近 他聽起來就會後面一點 所以在今天適應的時間可能沒有很多的情況下 我會覺得每個樂器在上來的可能前十秒 發出聲音的前十秒內 你就要很快的可以判斷自己的東西有沒有被聽見 或者是你的東西是不是應該要後退一點 然後你就要及時的透過你的雙手 跟你對這個樂器的掌握度去做出反應 這無論是在任何的演出我想都是一樣 那尤其是今天彩排的時間又比較短的話 就我覺得這是一個經驗 那你演出的經歷越來越多 這件事情就會做得越來越好 所以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思考一下今天有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那團體的話和聲的部分我還是覺得音準應該是一個最基本要做到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的音準沒有做好的話 那我覺得就很難再去細細的聽你其他想要表現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在練習重唱或者是說和聲的話呢 我還是會希望大家可以盡量把它錄下來 練習的過程錄下來 然後一句一句的去雕琢 那尤其是音準的部分 或者是兩個人發音的咬字跟語氣有沒有一致 那都會讓這個和聲聽起來更完整這樣 那如果你今天的編制是有鼓跟Bass 就是有一個節奏組的話呢 我也會建議大家在練團的時候 可以就把節拍器放出來 大家一起聽 因為今天有蠻多節奏組的部分 如果沒有很穩固的話 那大家又要以你的速度為基準 那後面就會大爆蟲 那就大家一起亂掉 所以那也很可惜 所以除了你們各自自己在練習自己樂器的時候 一定要使用節拍器以外 我也會建議大家練團的時候也可以把節拍器放出來 那大家對一個速度有基本掌握以後 再試試看讓鼓手只有鼓手去聽節拍器 然後大家一致的去對著鼓手的節拍 把每個樂器貼合在一起 這樣應該會是比較好的有效率的練團方式 那和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蔡巡洋老師的講評 接下來讓我們邀請沈曉晴老師為我們講評 哈囉大家好 好 剛剛學老師講了很多 那我補充一點關於和聲的部分 今天遇到蠻多組的和聲他們都是從頭和到尾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可以有適當的留白的話 會讓整體更有層次感 然後 就是要合在有意義的點上 而不是一昧的就是從頭第一個字 合到最後一個字這樣 然後還有和聲和主唱之間的關係位置的話 我覺得你要想清楚你們今天是 你這個和聲是一個輔助的角色 還是你是跟一個對話的 是一個平起平坐的角色 那這兩個角色要做的事情會差得蠻多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個輔助的角色的話 你就是可能要做好你輔助的工作 而不要去搶了組上的光彩 不然他的位置就會變得很小很擠 然後你們就會撞在一起 聽起來就是 欸 好像有點亂亂的 好像有點怪怪的 對 大概就這樣子 謝謝 謝謝沈曉青老師的講評 接下來讓我們邀請林鴻宇老師為我們講評 哈囉大家好 我是鴻宇 那我也講了幾點好了 補充一下剛才曉青說的和聲 我覺得除了說不要從頭和到尾之外 還要注意說你和聲的部位是哪裡 就是我聽到蠻多組 其實你一開始和的是 可能是高三度 但是可能到後面的時候 你和不上去的時候 你就唱了第三度 或者是更低的聲音 那我們在聽的時候 其實會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你原本是墊在後面的 但是你突然 原本是在上面的 但是你突然跑到後面去 甚至不見 然後所以說 這個部分如果你要這樣和的話 你要小心一點就是你一定要注意你的主唱 他現在唱到什麼位置 然後要去聽他的聲音 然後重點是不要搶過於他的風采 就是不要太急於表現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剛才 信仁老師有講到就是說 大部分的樂器越多的其實 越難掌握所謂的團體的一致性 所以我覺得說你們在練習的時候其實可以找一個人 你們覺得是可以相信的 由他來監督你們每一個人樂器應該彈什麼樣的位置 然後例如說鼓手或節奏組也好 鼓手bass也好 或者是主唱也可以 大家如果全部聽主唱也是可以的方案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可以回去去研究一下 就是可能用Click輔助 或者是說你們找一個人出來聽你們的聲音 看哪一個人耳朵比較厲害 然後聽他的以他的聲音 以他的想法為主 然後去達成你們的balance 所以今天這幾組比較可惜的 就是所謂的balance沒有很一致 然後最後一點就是詛咒吉他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沒有刷出來 其實你另外一把和聲的吉他聽起來會有點怪怪的 所以詛咒吉他的節奏要麻煩你們把它刷出來這樣子 那大家加油 謝謝 謝謝林鴻宇老師的講評 感謝各位老師的講評 接下來公布大專團體組入圍的有 原製大學李勝豪 莊榮衛 王國勝 秦惟欣 黃俊毅 帶來的記得回來 淡江大學 福宇辰 福仁大學 楊晨葉 陳宗宜 東吳大學 陳又勳 帶來的安久 國立情義科技大學 孫逸軒 蔡茂成 領東科技大學 許浩維 帶來的黑色柳丁 國立台灣藝衛大學 李韻 中方琪 楊俊剛 台北醫學大學 蘇柏玉 治理科技大學 張稍微 帶來的State 淡江大學 湯子彥 國立政治大學 邱宣凱 淡江大學 張書涵 帶來的星期三或禮拜三 恭喜以上同學 請以上所有入圍的同學與評審老師至台上合影 我們要到達大學 系列 中方琪 高禮拜三 紅色中心為舞台中間為紅色中心 請大家往中心移動 然後也請入圍者 小心不要踩到後方手營買電線 似乎離走 似乎離water 哇蓋吧 我再次 請入圍同學由面對舞台右方下台 並到詢問處領取決賽須知 有需要查看成績的參賽者 我們已經將出賽品以及入圍名單 貼貼與簡陸處旁 提醒參賽者不要私下帶走 此外